然后宗奥就看到他将种种药材 大把大把地从空间界里取出来 再仔细看看 赫然发现那些药材 都是哈利卡当初送来的 用来炼制离火丹的材料 剩下的近两百多份 全部堆积在一起 成了一座小山 所有的药材取出之后 他又看到 杨开从那小山一样的药材中 每样取走一份 漆黑的魔烟如火球般从他手上打出 吞没了那如小山般的药材 种种圣王级的材料 在瞬间化为残渣 消失殆尽 宗奥的眼睛瞬间瞪圆 脸上浮现出震惊的神色 他万万没想到 杨开一回来 变形如此疯狂的举动 破斧沉舟 这小子将剩下的近两百份材料 全部复制一具 只留下一份 事成事败 也只有一次机会 他要破斧沉舟 是要用巨大的压力 来压迫自己的潜能吗 宗奥缓缓摇头 脸上不由地浮现出一抹失望的神色 在五学一道上 在修炼之中 甚至在战斗中 用这种方法 让自己更进一步 都无可厚非 而且 还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成功 达到平时无法达成的目标 可将这种套路 用在炼丹术上 就大错特错了 破斧沉舟之下 产生的压力 比平时要恐怖千百倍 要求心境平稳的炼丹术 根本不适用于这条路 只会让情况愈发糟糕 如果杨开真的是在破斧沉舟 那宗奥就可以断定 他可能连丹纹就无法炼制出来 正失望间 眼睛又油的明亮 愕然地关注杨开 面上若有所思 他惊奇地发现 坐在那里的杨开 一身轻松 哪有半点压力的痕迹 那种自信 不但没有因为近两百份药材的消失而消失 反而更浓郁了一些 宗奥从杨开身上 看到了一种信念 坚信自己能成功的信念 那是自信的升华 宗奥微微失神 他就这么有把握 能用这最后一份材料 达成自己的目的 他哪来的依仗和信心 宗奥正经微作 一瞬不一地关注起来 和以前炼制李火丹一样 每一道程序都一丝不苟 一毫不差 刻画林震 凝炼药液 掌握火候和投入药材的时机 更改林震 杨开看上去 只不过是 重复他那六个月做过的事情 但是隐隐地 宗奥总觉得 他这一次炼丹 和以往大不相同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流程 却能给人一种不同的感觉 让人耳目一新 被那娴熟自信的气氛感染 宗奥竟忍不住 也有些相信 杨开能做到那匪夷所思之事了 他更加地瞪大了眼珠子 等待丹云出城的那一刻 时间缓缓地流逝 宗奥的心情越来越紧张 竟情不自禁地握紧了双拳 强悍如他 也不由地生出一种 度日如年的煎熬 恨不得让时光飞逝 好让自己早点见到结果 杨开却一直保持着 一种淡然的神态 整个世界除了 丹炉和丹炉里翻滚的药液 再无他物 连自身所在 都短暂地忘去 那个与碧眼火龙兽 殊死搏斗的入圣境舞者 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依靠的不是他的实力 他依靠的是一往无前的气势 他确定自己能赢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赢就是死 所以他赢了 尽管最后差点 跟碧眼火龙兽同归于尽 从那场战斗中 杨开获得了启发 所以才会救他一命 前六个月的炼丹 一次次的失败 让他的压力与日俱增 让他每一次炼丹 都在考虑 若是失败了 会怎么样 种种杂念营绕心头 能炼制出丹云 才是怪事 但是现在 他心无杂念 他焚烧那近两百分药材 不是为了让自己 陷入一种破釜沉舟的境地 而是为坚定自己的信念 看看当那两百分药材 被焚烧之后 自己的信念会不会动摇 他没有动摇 所以愈发自信 天威 炼丹房内 只有药液在丹炉内 翻滚的微妙动静 宗奥将自己的身形 隐藏在黑暗中 唯恐打扰到了阳开 连呼吸都暂时压制下来 心跳停止跳动 宛若一个死人 他无比专注地望着丹炉 望着在丹炉前 不停忙碌地身影 丹药材炼制到一半 药液正在神石之火 和各种灵阵的作用下 互相交融 发生根本的改变 莫名其妙的 宗奥生出一种感觉 那就是 阳开这一次炼制出来丹药 最起码也能生出丹纹 这种感觉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宗奥观摩阳开炼丹 已经不是一日两日 他观摩了足足半年 虽说阳开炼制的丹药 出现丹纹的几率 有些大的恐怖 但也有失败的时候 最终只能收获 一颗普通的离火丹 从来没有哪一次 出现这样的情况 他还正在炼制中 自己就百分百地确定 他必定能炼制出丹纹 这是哪门子道脸 宗奥暗暗惊骇 愈发小心翼翼地 朝那边观望 不肯错过一个细节 可他看来看去 阳开的动作 跟以前还是一样 没有增加 没有减少 就连刻画出来的灵阵 也是他曾经见过千百遍的 他闭上眼睛也能知道 阳开下一步会做出什么东西 会刻画什么灵阵 唯独不同的 便是那份气势 那份自信到极点的气势 就是这份气势 影响了自己的判断 让丹药还没出炉 就让自己确定 他能生出丹纹 丹云到底能不能生成 事成事败 只有一次机会 宗奥迫不及待地 想要知道最终的答案 他不禁有些佩服阳开了 因为换作自己处在他那个境界 肯定会心烦意乱 肯定会压力如山 一旦出现这种苗头 就无法全心全意地炼丹 失败是必然的 阳开没有 他淡然若素 神色不喜不悲 就如在炼制一枚 无关紧要的丹药 动作沉稳 一丝不苟 所有能做的 都已经被他做到了极限 时间流逝 宗奥心急如焚 炼丹房内逐渐地飘荡出 一股淡淡的丹香味 这是丹药即将出炉的征兆 阳开的表情 似乎变得凝重了一些 每一次丹药快要出炉的时候 他都会以千百倍的小心来对待 神识之火 实强实弱 一道道念思 在丹炉内刻画着灵阵 所有的微妙之处 都被他做到了极致 他的眼中 心中 一直轻弱明镜 没有杂念 而到了这时 他连眼前的丹炉 和即将成型的丹药也忘却了 他的脑海中 忽然回想起 当初那枚生有丹云的丹药 那是他获得的第一枚 也是唯一一枚生有丹云的丹药 是跟圣地圣女安灵儿一起 从海底遗迹中找到的 虽然最后被他服下肚中 庞大的药效 让五彩温神莲变成了六彩 但在没服用之前 他也一直在观摩那丹云 企图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此刻 种种记忆翻滚上来 他隐约把握了 到了一丝关键之处 以前晦涩不明的地方 在这一刻豁然明朗 他的双眸不由睁大 绽放出别样的神采 最后一套复合灵阵刻画出来 烙印在丹炉之中 杨开的神石之火全面迸发 将这一套复合灵阵 炼进还未彻底成形的丹药内 自己的身体 忽然如开了一个大口子 圣元 神石力量同时流逝 如山崩海啸 如江河决堤 充盈的石海刹那间丹河 海水的水位 直接降到了最低程度 庞大的圣元 也在这一瞬间流逝了无数 杨开眼前一黑 机遇昏厥过去 他有一种生命都被抽空的感觉 仿佛下一刻 自己就要死掉 浓浓的丹香 从丹炉内弥漫出来 比杨开以前 炼制的1800克里火丹 都要浓郁许多 一声清脆的响动 从丹炉内传出 是如此的悦耳 杨开咧嘴微笑 僵在了原地 宗奥一颗心 几乎从胸膛处跳了出来 他如何看不出 在丹药即将成形的那一刻 杨开的异常 这样的异常 让他激动得几乎发疯 他以为杨开已经成功了 那直到等了半晌 杨开也没有动静 轻声地呼唤了几句 得不到任何回应 宗奥这才小心翼翼地 走上前去 悄悄地放出神念查探 一看之下 不禁正主 杨开脸色白得吓人 仿佛与什么强敌 大战过一场 一身的气息浮沉不定 气血之力也虚弱到了极点 他已闭上了眼睛 昏迷过去 不过死不了 只要恢复些日子 便能康复了 没去理会杨开 宗奥颤抖着手 拍在他面前的丹炉上 一颗丹药音声飞出 被宗奥手上的玉瓶接住 深深地吸了口气 宗奥凝神朝玉瓶中看去 一看之下 宗奥不禁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玉瓶中那一颗 离火丹表面圆润光滑 哪有什么丹云的痕迹 连丹纹都没有生出 失败了 宗奥表情复杂 刚才杨开炼丹时的那股气势 让他几乎以为 那小子必定能够成功 却没想到最终的结局 居然如此凄凉 等他醒来 发现自己呕心力血 炼制出的最后一枚离火丹 居然只是枚普通的丹药 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昏迷过去 宗奥重重地叹了口气 他已活了不知多少年月 知道有时候梦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他也多少次 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挣扎徘徊 却被那鸿沟中 无处不在的荆棘刺的遍体鳞伤 杨开还只是个年轻人 有这样的经历不足为奇 只是丹云没炼制出来 他又不肯去水月星求援 看样子是真的死到临头了 宗奥不免有些唏嘘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宗奥清楚地认识到了 杨开在炼丹上的天赋 他实在有些不忍心 杨开就这么英年早逝 脑海中已经在考虑等杨开醒来之后 自己该如何以长辈的口吻 来安慰他几句了 这个时候 他最需要的 就是安慰和鼓励 正在考虑的时候 宗奥忽然又是脸色一变 他察觉到 周围的天地灵气变得有些古怪 神念放出 宗奥惊骇大叫 天地间的庞大灵气不知为何 正在疯狂地朝这边巨龙过来 比起杨开之前修炼的时候 制造出来的动静 还要恐怖害人 那天空中 浓郁的灵气 几乎汇聚成了实质般的存在 如巨龙在翱翔 龙舞九霄 一股庞大的吸引力 忽然从手上的玉瓶中传出 刚出炉的离火丹 宛若有了生命 正在玉瓶中跳动 传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那在天空中翱翔的巨龙俯冲直下 如天神发威 轰击在宗奥住了百年的宫殿内 巨像声传出 宫殿刹那间倒了一半 几十间相防 便成了断壁残垣 各种木料劈头盖脸地朝宗奥打来 被他护体的圣缘弹开 肉眼可见的天地灵气 往玉瓶中灌入 玉瓶根本无法承受这样的威压 直接崩碎开来 宗奥的眼珠子瞪大了 他清楚地看到 那如巨龙般的灵气 正在被一颗小小的离火丹吞噬 那一颗新出炉的离火丹 似乎成了无底深渊 来多少灵气 便吞噬多少灵气 完全没有底线 耳畔边狂风大作 视野一片模糊 飞沙走时 千亩药田被破坏得不成样子 宗奥看到好多自己珍惜的药材 正在狂风中飞舞 被卷得粉碎 他的脸皮抽搐 心头在滴血 这些药材 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 每一株都灌入了他的血汗 如今一场灵气风暴席卷过来 千亩药田全部受到了波及 许多药材被连根拔起 还残存的那些 也都在狂风中凌乱 混蛋 宗奥的老脸都扭曲了 忍不住嚎叫起来 在狂风中张牙舞爪 却无力阻止这一场灾难 半个时辰后 一切风平浪静 断壁裁员中 杨开依然盘息而坐 面前的几十个丹炉 倒是纹丝不动 还保持着原来的位置 但是宗奥的宫殿 却已经倒塌殆尽 连昏迷中的雪月 都被深埋在了地下 宗奥懒得去管那女娃娃 手上捏着一个新的浴瓶 浴瓶中装着一枚丹药 失魂落魄地望着 自己的千亩药田 面上的皮肉 一阵阵不受控制的抽搐 千亩药田 全部受到波及 完好无损的 几乎不存在 以前茁壮成长的药材 损失了九成之多 还剩下的一成 也生机暗淡 随时都会死去 十几株天阳果上的树叶和果实 不知去向 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 这些天阳果在等个十年 便能派上大用场啊 伴母雀荷花 早已不见了踪影 连那伴母地 都被天微离了好几遍 土地比往常矮了半尺 老夫的千叠花哪去了 宗奥无力地转动眼珠子 哪还看到 被他视为生命般珍贵的千叠花的踪影 原本生长着千叠花的大地上 只有半截断根扎在那里 宗奥眼珠子一番 险些昏厥 不提着千亩药田的损失 宗奥骇然地发现 自己辛苦了好多年 在这山谷处布下的大阵 都已经被破坏殆尽 再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方圆千里之内 天地暗淡 连一丝灵气都不复存在 一道道一昧烈烈的声响 游远极近 迅速传来 哈利卡 林木峰 还有那中年妇人 带着横罗商会众多强者文讯赶来 这边天微乍现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有所察觉了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连忙前来查探 等到了地方 一眼望去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起来 一时间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丹云 这山谷处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样的灾难 宗奥的宫殿被摧毁 千亩药田不复存在 山谷周围的大阵也被破坏殆尽 宗奥本人更是失了魂魄般 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 一身灰尘 双目喷火 只有阳开 盘西坐在几十个丹炉和断壁残垣中 一动也不动 什么情况 哈利卡等人傻眼了 这里是整个羽扑星的禁地 平日里也无人赶过来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为何此地像是被掠夺了盘 几人对视一眼 撞着胆子飞了下来 站在宗奥身边 哈利卡小心翼翼地呼唤一声 问道 宗老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 林沐峰更是怒喝一声 是不是有哪个不长眼的 跑到这里来滋事 宗老只管告诉我等 我等定会替你出口恶气 那中年妇人在一旁蒙点头 美眸里一片杀鸡和不善 宗老抬起头 双眸失神地望着他们 片刻后 忽然跳了起来 指着阳开的方向恶狠狠地道 就是那混蛋小子 毁了我的药田 坏了我的宫殿 老夫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辛苦培育百年的药材 也一株不剩 你们要是真想替老夫出气 就给我杀了他 唾沫星子催了三人一头一脸 三人站在那里 动也不敢动 表情精彩至极 好半上 哈利卡才善笑不已 安抚道 宗老息怒 宗老息怒 这到底是怎么了 您不是在帮雪大人 炼制疗伤用的丹药吗 前些日子 我过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几个月不见 就发生这种事了 他也看出来了 宗奥虽然暴跳如雷 也让他们去把杨开给干掉出气 但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杨开此刻正在打坐 看起来虚弱至极 若是宗奥真要他的性命 何须假借他人之手 杨开全胜时期 也不可能是宗奥的对手 更不要说现在了 谁告诉你是 老夫在炼制丹药 宗奥斜了他们一眼 不是您炼制 难道还是杨小兄弟炼制不成 林木峰呵呵干笑着 宗奥翻了个白眼 也没去解释 他知道 就算是自己道出实情 别人恐怕也不会相信 今日的是 若非自己亲眼所见 宗奥也只当是旁人信口胡说 但手上玉瓶中那枚丹药 却是实打实的证据 这小子 真能倚入圣三层进的修为 炼制出一枚生有丹闻的圣王级丹药 滚 都滚 宗奥不耐地挥手 老夫在这里孤独百年 安稳百年 只来了个臭小子 便把老夫这里搅得乌烟瘴气 你们日后谁若再敢靠近这里白脸 老夫就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 三个反虚境的强者 不由得脑袋一缩 全都灰溜溜地撤退 再也不敢停留分号 才走出没多远 背后又传来宗奥的声音 等等 哈利卡转过身 陪着笑脸道 宗奥还是有什么吩咐 宗奥指着那破败的宫殿道 找些人来 给老夫再起一个住处 一点眼力禁都没有 这是要老夫露宿荒野吗 哈利卡连忙吆喝起来 他们这次也带了不少舞者过来 留下十来个 安排他们在原地上 再帮宗奥盖一个住处 这才告罪离开 那十来个人也四散飞走 看样子 是寻觅盖房子的材料去了 宗奥看了一眼 还处在昏迷当中的杨开 又看了看手上玉瓶里的那颗李火丹 脸上不由浮现出一丝颓然之色 足足三日之后 杨开才悠悠转醒 一股浓浓的虚弱感 从全身各处蔓延过来 杨开震了一下 立刻回想起昏迷前的一切 不禁苦笑连连 心神顿入石海中查探 石海内有些暗淡 以往波澜壮阔的海水不负踪印 如今只有一层薄薄的水叶 六彩温神帘 倒是不遗余力地在滋养神魂 但最起码 也要十来天的时间 才能让石海再次充盈 浑身每一块肌肉都酸疼无比 一身圣缘也消耗巨大 杨开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感觉 说是受伤也勉强可以 说没受伤也说得过去 只有无穷的虚弱笼罩着他 似乎整个人的生机 都被抽离了一部分 让他不禁生出一种老麦的感觉 坚信地站了起来 左右看了看 一眼就看到 站在不远处 冲自己吹胡子瞪眼的踪傲 这老家伙的脸色阴沉得有些吓人 眼中喷着要吃人的光芒 杨开吸了吸鼻子 不知道他为什么摆出这幅恐怖的模样 待他发现四周的情况之后 立刻明白了 也不去处他的眉头 在废墟中寻找一会 将一只无人问津的雪月 从几块木板下抱了出来 在几里外的山峰处 寻觅了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宗奥便翘无声息地 在他身边出现了 阳开看了看他 一言不发 只是大口地喘息 你就不问问自己 到底有没有成功 宗奥等了一会 忍不住主动开口 我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这就够了 宗奥深深地凝视着他 片刻后微微汗手 就冲你这句话 老夫就不追究你这次带来的损失了 反正自己的损失 可以去找哈利卡他们讨要 他说着便将一直攥在手上没放开过的玉瓶 朝阳开丢了过去 阳开接过 看了一眼 没有太大的惊喜和兴奋 似乎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玉瓶中装着一枚丹药 那丹药上覆盖着一层阴晕云雾 即便有玉瓶阻隔 也透着一股浓浓的能量波动 它就仿佛是有生命一般 内部还传来极有规律的运动 丹云 这是一枚生有丹云的离火丹 虽然只有圣王级下品档次 这丹云上窥探到许多有用的信息 说不定能增进他们的炼丹记忆 阳开在观察的时候 宗奥将它昏迷之后发生的事情 简单地讲了一遍 随口道 你这颗丹药上的丹云 与老夫炼制出来的有些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啊 阳开狐疑 宗奥又抛来几个玉瓶 每一个玉瓶中 都珍藏着一颗不同的丹药 只有四个 这四枚丹药 是宗奥这百年来炼制出来的 是运气极好的情况下 偶尔诞生的 阳开将离火丹 与那几枚丹药比较一番 立刻便发现了最大的不同之处 宗奥的这几枚丹药上覆盖的丹云 很是稀疏 并没有覆盖到全部 有一枚丹药上的丹云 甚至只有一半 而且 阳开能清楚地感觉到 离火丹中蕴藏的药效和能量 比宗奥的这四枚要强盛不止一倍 宗奥又取出一块圣经 放在阳开手上 圣经中的能量 受到丹云的牵引 迅速地朝丹药中聚集过去 被丹药吞噬 增强着药效 丹药生出丹蚊 药效能称几何式的增长 而且可以长久地保存 不用担心药效会流逝 普通丹药就不行了 存放的时间越久 药效流逝得越多 放的三五十年 只会成为一枚无用的废物 而一旦丹药出现丹云 不但能常年累月地保存 丹云还会主动地吸收天地灵气 滋养丹药 让药效变得越来越凝练 所以 每一颗生出丹云的丹药 存放的时间越久 药效便越强 宗奥仿佛自言自语 唯唯说道 杨开点头 对此 他是深有体会 当年 服用那一枚生有丹云的丹药的时候 他险些被称爆 那颗丹药 可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老夫这一枚丹药 是九十年前无意中炼制出来的 宗奥从杨开手上 拿起一个玉瓶 瓶子中储藏了一枚褐色的丹丸 九十年的滋养 药效已经增强了一倍有余 而且 他的档次 还是圣王级中品 但跟你几天前炼制的 离火丹比较起来 却还是相形见出 这恐怕是丹云完整度的缘故 杨开若有所思 老夫也是这么想的 宗奥轻轻汗手 老夫以前一直认为 丹云就是这个样子 可见了你这枚离火丹 老夫才知道 丹云可以更完整 他可以将整颗丹药都包裹起来 而且 你发现没有 你这枚丹药 吸收圣经能量的速度 比老夫这几枚都要迅速 如果放置个几百年的话 那他的价值 将媲美一颗星辰 不至于吧 杨开吓了一跳 觉得这老家伙 有些异想天开了 怎么不至于 宗奥冷笑不迭 你可知道 有多少反虚禁的强者 苦苦追寻一生 却无法晋升虚王禁 甚至那些为数不多的虚王禁 也在追求让自己的境界 变得更强更高的法子 这梅里火丹放置几百年 就可能让一个修炼 火属性功法的虚王禁 更上一层楼 你说到时候 他们会不会用一颗星辰跟你换 听他这么一说 杨开倒真觉得有可能 虽然有些夸大气词的嫌疑 你还愿意将这颗丹药 给这女娃娃服用吗 宗奥深深地凝视着他 又看了看 躺在一边昏迷中的雪月 命都快没了 还有什么不舍得的 杨开吃笑一声 他费尽心思炼制离火丹 不就是为了给雪月服用 宗奥脸皮微微一抽 似乎有话想说 却又忍了下来 白手道 算了 你炼制的丹药 你自己做主 不过 你得跟老夫说说 你到底是如何炼制出丹云呢 我不知道 杨开摇头 宗奥险些吐险 黑锅 杨开是真不知道 如何才能炼制丹云 那最后一枚离火丹炼制的时候 他心无杂念 没有一点压力 没有任何原因地 坚信自己能够炼制成功 丹成的时候 杨开分明感觉到 自己的生机都被剥离了许多 所以才会导致现在的虚弱不堪 要不是杨开身负魔神精血 生命力极其旺盛 但是那最后一下的玻璃 便能让他命丧当场 那离火丹 根本就不是一枚丹药 那是一条人命 所以 他现在才能生机勃勃 能量盎然 让宗奥都叹为观止 尽管成功过一次 但是如果再让杨开炼制 他无论如何都炼制不出来的 因为现在的他 已经没有了当时的一往无前 没有了那种感觉 把自己的想法和宗奥说个明白 这才让他缓过气 老头子自欺欺人地 编了一套意境的说辞 在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说杨开能炼制出丹云 完全是因为意境使然 钻研炼炼单数几百年 还不如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 宗奥只觉得自己这一辈子 简直白活了 羞愤得不得了 不过还好 他暂时还死不掉 还有大把的时间来继续钻研 横罗商会分会的宫殿处 杨开将雪月搬到了这里 将新出炉的离火丹 给雪月扶下 待他的生机平稳之后 这才从房间内走出 拐了几个弯 正见到哈利卡和林木峰等人 围着宗奥 马屁如潮 脸上全是谄媚鳄鱼之色 一个静的 恭维宗老老而迷奸 老当义壮 炼丹手段神乎奇迹 连丹云这种东西说炼制 便能炼制出来 为人敬仰 就算是星域内 其他几个最顶尖的虚王级炼丹师 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他们只是在炼丹师的等级上 比宗奥高出一劫罢了 完全是一群孤名钓鱼之徒 手下没一点真本事 偏偏哈利卡和林木峰 这群蠢货 没点眼力尽 以为他很受用 围着良心恭维的愈发厉害 让老头子的脸色更难看了 直到杨开一身轻松地走出来 这群人才停止拍马屁 一个个用怪怪的眼神望着他 哈利卡甚至悄悄地 冲杨开竖了数大拇指 一脸佩服的表情 然后与林木峰等人 勾肩搭背地告退 两人的背影 颇有些狼狈为奸的味道 杨开一脸迷糊地来到宗奥面前 不知道他们看自己的眼神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小子 这般天大的好处 你就让给老夫了 能炼制出丹云 又能让丹文 以稳定的三四成的几率生成 单是这份手段 你就能成为横罗商会的座上宾 没人敢招惹你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领地 仆役 美币 可以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 旁人追求了一生的东西 你唾手可得 以横罗商会的资本 想要培养你成长也不是难事 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获得最大的回报 老夫想不明白 你为何不告诉他们 那离火丹是你炼制出来的 偏偏让老夫站出来 替你顶刚 将这份功劳和名头 都让给老夫 宗奥慢悠悠地说道 端起一杯茶水 浅浅地抿了一口 哈利卡 林木峰等人 全都以为 那生有丹云的离火丹 是宗奥炼制的 因为最开始 杨开就是这么说的 事到如今 宗奥也没有去辩解 让他们愈发得信以为真 所以他们 才那般公为宗奥 杨开坐到他身边 端起茶水 给自己倒了一杯 一口干掉 呵呵笑道 宗老不要揣着 明白装糊涂 木秀与林峰必催之 这个道理谁都懂 小子年不过三十 虽然有些小手段 但修为境界还是太低了 这么天大的好处 和名头小子吃不消啊 也只有宗老你 德高望重 一代炼丹大师的名头 才能站得住脚 你相不相信 若是你我二人 同时拿着一枚 生有丹文的离火丹 去找艾欧会长 得到的待遇 会是完全不同的 你只会愈发地受人敬仰 艾欧会长会 更加地以礼相待 说不定心情一好 赏你一个药星 让你成为那药星的主宰 但是他会把我软禁起来 安排各种强者来 保护我的安全 不允许我离开领地一步 只让我每天 与药材打交道 搞不好 小子跟美人形房市 享受欢愉的时候 都会有人在外面 瞪大了眼珠子窥探 哈哈哈哈 宗老听了杨开的话 忍不住大笑起来 想象着那幅滑稽可笑的场景 笑得酣畅淋漓 不断地点头道 小子八面玲珑 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真不知道 你经历了多少风雨 才长出这些小心思 没这些心思 小子早死了 杨开耸耸肩膀 你说得对 木秀于凌峰必摧之 这些好处和名头 老夫就替你揽下了 反正老夫的炼丹记忆 确实长了一大减 也受之无愧 杨开眼前一亮 连忙起身道贺 恭喜宗老 晚辈这段时间 一直忙着离火丹的事 居然都没有发现 宗老在炼丹大道上更进一步 实在该死 说完之后 又坐了下来 担忧道 不过宗老 这么一弄的话 你恐怕不加入横罗商会 也不行了 以前他们会纵容你 放任自留 现在的话 怕是不行了 如果我没猜错 哈利卡和林木峰等人 已经将这边的事 上报给水月星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横罗商会的人过来 老夫知道 宗老点点头 老夫也在这羽扑星上 逍遥了百年 只要他们不干涉我炼丹 什么都好说 加入不加入 也只是个名义上的事情 惹毛了老夫 老夫还不能走人了 杨开心中 不禁生出些愧疚之情 宗奥这个人 算不得什么好人 脾气古怪不说 也自视甚高 杨开也知道 他以前三番两次的 对自己动过杀机 但是无论怎么说 这一次是他背了黑锅 尽管会让他的名声 变得更大 可这并不是宗奥想要的 真正的能人 都不会在乎什么名誉 只有那些追逐 权力富贵的人 才会卯足了力气往上爬 这一次是自己拖累了宗奥 让他失去了很多自由 他恐怕也是 看在自己传授了 炼丹之法的份上 没有任何怨言 这些事情 杨开和宗奥都心知肚明 那女娃娃情况如何了 宗奥不想再多说下去 转移话题 血因魁水之毒 应该已经解除了 生机平稳 只是还在昏迷中 想要唤醒他 只有找到他的神魂灵体 杨开皱眉道 他刚才又在雪月的石海中 查探一番 却没有发现神魂灵体的踪影 实在不知道 雪月的神魂灵体 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宗奥也皱着眉头 不急不虚道 按道理来说 他为悬阴魁水所伤 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他的神魂灵体不见踪影 定有其他的缘故 杨开精神一震 还请宗奥赐教 宗奥摇摇头 我对那女娃娃一无所知 哪里有什么好赐教的 你既然是他的护卫 那你应该明白 他心中是不是有什么遗憾 有很多时候 一个人昏迷不醒 不代表他受伤了 而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一关 只要过了那个坎 他自然会苏醒 杨开将这话听在耳中 面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片刻后 双眸明亮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宗奥察言观色 微微汗手 这小子就是个人精 本事又大 宗奥实在想不明白 这样一个人 为何会担当别人的护卫 好伴上 杨开忽然变得放松起来 找到原因了 宗奥笑眯眯地问道 有一些眉目 到底是不是 要验证之后才知道 杨开呵呵一笑 忽然又想起一事来 开口问道 对了宗老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哈利卡他们 为什么用那种眼神望着我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想知道 宗奥邪腻了他一眼 杨开点头 老夫只是告诉他们 你小子对那女娃娃情根深重 喂药的时候都是嚼碎了 嘴对嘴都喂给他的 宗奥几眉弄眼 要多猥琐就有多猥琐 杨开大怒 这种事 你也好意思对外宣传 还有没有点节操 宗奥哼了一声 老夫替你顶了这么大一口纲 连书带送 被你抢去那么多好东西 你以为这就完了 你就等着雪月三少爷 嫁琳与扑星 将你抽筋波谷吧 哈哈 一个小护卫 居然也敢打雪月女人的主意 真是不知死活 老夫要是你 早点离开才是正宝 一边大笑 一边心情愉悦地离开了 老不死的 杨开恨恨地望着宗奥 顿时明白 哈利卡和林木峰等人望着自己的眼神 到底为什么那么怪了 心中对他仅存的一点愧疚 荡然无存 后悔当初 不把堵住堵大一点 应该把他那些悬阴魁水和药炉 全部抢过来才是真的 上了年纪的老家伙 果然没个好东西 鬼祖是如此 宗奥也是如此 不过宗奥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他口中的女娃娃 哈利卡口中的雪大人 根本就是雪月本人 亲了雪月的女人算个屁 老子连雪月的全身都摸过看过了 神识侵入 宗奥有一句话说对了 此地不宜久留 水月星那边 恐怕还不知道雪月的生死 这边的消息一通知过去 等到那边来人的话 就不好解释了 雪月也不想 将自己最大的秘密暴露出去 然后天高任鸟飞 海阔平逾越 一连休息了半个月 期间阳开 受到了极其丰厚的待遇 每日里山珍海味 美酒佳肴 珍稀的灵果 当饭后茶点 好不容易才将损失的 气血之力恢复过来 摆脱了那种无尽的虚弱感 他暗暗决定 以后除非逼不得已 再也不去练制丹云了 若是练丹的时候运气好 丹药自己生成丹云 倒也无话可说 如之前那样 凭借自己努力 让丹云出现 实在太消耗精力 太得不偿失 宗奥山谷处的宫殿 已经建好 哈利卡派出去的 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十几个人建一座宫殿 还是小意思的 但是宗奥并没有回去 因为那山谷处的 天地灵气依然稀薄 恐怕还恢复一阵子 才能达到 与扑星的平均水准 他炼制出一枚 生有丹云的 离火丹的消息 已经不进而走 与扑星上各路炼丹 大家纷纷上门来拜 都是同行 宗奥又不好摆什么脸色 每日里备受煎熬的 承受那些人的恭维和折磨 一刻不得闲 每每看到这一幕 杨开就暗自庆幸 自己当初的决定是明智的 若是炼制丹云的名头和功劳 按在自己身上 万万不可能 出现这样和谐的一幕 那一个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子老玉 只会百般刁难自己 验证自己的本事和手段 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他们绝不会承认 自己的能力比杨开差的 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侮辱 房间中 杨开盘膝坐在床上 将昏迷中的雪月扶起 让她坐在自己对面 凝视着那妖娆绝美的脸蛋 杨开实在有些不想 将她唤醒 沉睡中的雪月 才是最好相处的 任凭自己摆布 也不会有任何反抗和怨言 一旦她苏醒 带来的只能是 无穷的麻烦和危险 杨开却不得不唤醒她 解除灵魂锁链 是必须要两个人 都同意才行 如今雪月的神魂灵体 不见踪影 没有她的回应 杨开根本无法解除那一道束缚 神识力量轰然迸发 无声无息地潜入雪月的石海之中 下一刻 杨开的神魂灵体 便在那石海上空显化出来 杨开不是头一次进入雪月的石海 上一次为了查探她的伤势 也来过一次 不过那个时候 并没有仔细地窥探 无论什么时候 查探一个人石海的情况 都是舞者的大忌 这是只有最亲密的人 才会做出的事情 石海内蕴藏着一个人 一生的经历和秘密 观看石海内的秘密 比扒光别人的衣服还要严重 这是最恶劣的凌辱 上一次杨开还谨守本分 不愿意去太深入地刺探雪月的秘密 因为她不想与这女人 有太多的纠缠 但是这一次 她再不愿意 也得去做 海风徐徐 海面平静 雪月的石海内 只有一片汪洋 再无他物 不像自己的石海 五彩缤纷 绚烂多姿 这女人的生活 一定很无趣 石海内的情况 是一个人内心的反馈 从一个人石海的状态 像成男人来养 时刻都要摆出雪月三少爷的威风和派头 她可能早已厌倦了这种生活 却不得不强撑下去 不是我想亏看你的秘密 只是不这么做 就我没法唤醒你 以后不要找我麻烦就好 杨开轻轻地嘀咕一句 神魂灵体俯冲之下 顿入到了雪月的石海中 温暖的海水将杨开全身包裹 如一支支五谷的小手 抚遍她的全身 给予她难以想象的刺激和舒爽 杨开险些在一瞬间迷失 神魂的交融是很可怕的 在这个过程中 男女双方都能享受到 比肉身骄和猛烈千百倍的愉悦 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 那种快乐就如最危险的泥沼 一旦陷入其中便很难拔出来 好在杨开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以前去冰宗找苏妍的时候 就与她神魂交融过一次 应付这种事还算有些惊艳 努力克制神魂的颤抖 抵御来自心灵深处的欲望 杨开不断地呼唤自己的本心 用最初的目的来告诫自己 她重新掌控了对自身神魂灵体的控制 这让她心头烧安 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的情况 让杨开想到了强奸这两个字眼 雪月的神魂灵体不知所踪 显然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也无法反抗杨开神师的入侵 这不是强奸是什么 而且是罪恶毒的迷奸 跟一个没有感觉的女人神魂交融 与跟木头没有区别 一念至此 杨开顿时异性阑珊 那种欲望和悸动一下就平息了 这种是唱独角戏最是无聊 只要那些心里扭曲变态的人才会干 杨开的神魂灵体散开 分散到了那汪洋之中 石海内 一个个气泡悬浮在海水中 那每一个气泡 都中封印着雪月的一段过往 是她记忆的一部分 杨开仔细查探着 这些气泡中隐藏的信息 她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画面 一个婴儿哇哇坠地 产妇浑身虚弱地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毫无血色 听到婴儿的哭泣 却绽放出世间最美的笑容 等候在外的魁梧男子 大步迈入 颤抖着双手 将那婴儿捧起 不顾婴儿身上的污渍 拿自己的脸轻密地贴了上去 亲吻着婴儿的额头 绽放出父爱的光辉 七八个大的孩子 被母亲抱在怀中哺乳 闭着眼睛吃得津津有味 那母亲面含微笑 一脸的满足 时不时地逗弄下自己的女儿 那魁梧的父亲就站在一旁 也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婴儿开始盘山雪步 开始一压雪雨 口中一边发出无意义的叫声 一边亮亮呛呛地朝前走去 走两步退一步 时不时地跌倒在地 母亲心疼地走过来 将她抱在怀中 父亲在一旁呵呵傻笑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有发须揭白的老者看到婴儿 仔细地替她检查一番 面色凝重地 与那魁梧的父亲说了些什么 笑意和欢乐 顿时从她脸上笑容 她望着被自己视为心头肉的女儿 脸色阴霾如暴风雨的前夕 三岁大的孩子 被接到了一处宫殿 套上了男装 被当成男人养育 她懵懂地站在偌大的宫殿中 身后跟着奴仆和婢女 被勒令只能在宫殿内活动 因为在门框上 再也见不到慈爱的母亲 能见到的只有威严的父亲 她开始学习 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 开始修炼 她茁壮成长 却只能以男人的身份活着 她资质出色 只有在她实力增进的时候 才会看到父亲的一丝笑脸 其他的时候 只有严厉和责骂 雪月三少爷的名头传了出去 整个心欲都知道了她 她学会了 如何以最完美的笑容 来应对那些陌生的人 她学会了最优雅的礼仪 她的美丽为男女倾倒 老少通杀 但她见不到自己的母亲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才会取出一套套女子的服装 摆在床上 黯然伤神 那些女子的服装 都是自己的母亲 偷偷让人送过来的 似乎还有母亲的余温和气息 一幕幕地看着 杨开将自己融入其中 她似乎能体会到 雪月心中的苦楚和愤闷 察觉到这个女人的无奈和哀伤 那一成不变 倾倒众生的笑容下 却是苦涩的心情 脆弱无比的心灵 被坚强的外表掩盖 常年累月的伪装 不但骗过了世人 也骗过了自身 直到在那刻死心上殊死一战 那个时候 雪月虽然愤怒 虽然杀念如潮 却是头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女儿家的羞涩 是迢迢不着片驴的身子 被人搂抱着 风挺的胸脯被挤压 谁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 她的心跳有多快 胶躯有多烫 从未有过的感觉 蔓延全身 让人酥麻 使不上力气 每每想起 都脸红一片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 打得闹闹 暧昧无边的生活 是她人生中 最难以忘怀的日子 她恨不得时光停顿 永远留在那死心上 因为只有在那个男人面前 她才能放开自我 做回自己 杨开给她的生命 注入了一股生机 让她不再是死气沉沉 在上古遗迹中探索的时候 她不顾手下的死伤 不断地命令加快速度 就是想早点从那里离开 早点回来 但是 一枚空间界的爆裂 让她陷入了沉睡 许久许久 杨开的神魂灵体 才从雪月的尸海中顿出 雪月的所有秘密 在她眼中 都已经无所遁形 她也没想到 这个蛇蝎女人 会有这样凄惨的过往 虽然心中有些同情和哀怜 但该做的还是要做 她看到的 不单单只是雪月的悲惨 还有她人性的黑暗 这个女人即便再可怜 也是个危险人物 她对自己的感情 也不是纯正的 是有灵魂锁链影响的缘故 看了这么久 杨开也隐隐知道 雪月的神魂灵体 为何不见踪影了 也想到了 该如何下手救治 这是一个心结 不是什么伤势 只要解开了雪月的心结 她自然就会苏醒过来 你咬我啊 雪月的尸海中 杨开的神魂灵体内 散发出一股股诡诀的波动 她开始制造出一幕幕幻境 将那些幻境 强行地灌入到海水内 从她的婴儿时期开始 一直到她如今的年纪 在这些幻境中 她不必伪装自己 不必总是露出 那一成不变 如沐春风般的微笑 也不必以一个 男人的身份活着 她无忧无虑地长大 父爱母慈 兄弟姐妹和睦相处 她能穿戴最漂亮的衣服 佩戴最美丽的首饰 不用去学习那些 枯燥的礼仪知识 也不用没日没夜地修炼 承受种种折磨 在这些幻境中 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每日带着几个婢女 在街上闲逛 偶尔露出容貌的冰山一角 便能让一座城池的男人 沸腾嚎叫 在幻境中 她回到家里 将自己遇到的繁琐小事 告诉自己的父母 父母在一旁安静微笑地聆听 其乐融融 她甚至还碰到了一个 让她心动的男子 只是羞涩之下 她却只能远远地看着 每日去关注她的动静 不好意思去主动攀谈 让她想不到的是 那个英俊潇洒 风度翩翩的男子 居然找了上来 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 完成了父亲种种苛刻的要求 将她娶回了家中 他们成亲生子 男庚女之 虽没有波澜壮阔的精彩 却也相如以沫 相敬如兵 他们的孩子慢慢长大 他们也逐渐老去 最终化为一捧黄土 坟种紧挨在一起 似乎永远也不会分开 在这些幻境中 她得到了一个完美而无憾的人生 杨开一遍又一遍 不厌其烦地 将这层层由自己的神识力量 构建出来的幻境 打入雪月的十海中 不计神识力量的损耗 也不顾自身的疲惫 时间流逝 雪月的十海一如既往 没有任何动静 但是某一刻 那平静的海水 却忽然翻滚起来 一个个气泡 从那海水下浮现 爆裂开来 成为虚无 清风拂过 似乎有一缕香气 萦绕在杨开的鼻尖 杨开停下了动作 扭头望去 正见雪月笑盈盈地 站在自己身后 饶有兴致地关注着自己 杨开翻了个白眼 立刻从她的十海中顿出 才刚睁开眼睛 雪月也立刻苏醒了过来 一把抓住她 嚷道 喂 干嘛跟做贼一样的跑了 你都已经醒了 我还留在那里干什么 等着被你折磨吗 在那里 你才是主宰 我一个入圣三层境的小舞者 可不敢停留 杨开哼了哼 每个人的十海 都由自己掌控 所以当两个实力 差不多的时候 从来不会去侵入 对方的十海 那样做吃亏的 永远是自己 只有在力量相差 悬殊的情况下 才会出现这种 入侵别人十海 给予敌人重创的可能 我折磨你 你为什么觉得 我会折磨你 你要是没做错事 我折磨你干什么 雪月不依不饶 美眸微眯 其间金光异矣 行了行了 我承认 擅自闯入你的十海 窥探你的秘密 确实不对 但是你又不愿意 醒过来 我只能出此下策了 杨开摆脱了她 抓着自己的小手 窥探我的秘密 现在你还有理了 雪月恨得咬牙切齿 一口银牙 反射着危险的光芒 也没看到多少 拿一双眼睛盯着她 好吧 你身上有几个毛 我都数清楚了 那又怎样 你咬我呀 杨开一脸无赖 你混蛋 雪月恼羞成怒 说着便扑了过来 一口咬在杨开的手背上 不松口 翻着大眼睛示威道 你以为我不敢 杨开不为所动 反而还笑音音道 咬手不过瘾 要不要换个地方 我有更好的地方给你咬 雪月脸色刷得就红了 修长白皙的紧薄处 都泛起了红光 连忙松开杨开的手 翠道 你做梦吧 在那幻境中 她与自己喜欢的男人 缠绵得难分难舍 各种她能想到的 想不到的姿势体味 一一烙印 进了她的脑海中 她得到了系统 而完善的教育 她当然知道 杨开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尽管她也明白 那只是杨开 给自己制造出来的幻境 并不是真的 可她依然有些承受不了 毕竟那幻境中的女子 是以她为蓝本塑造出来 与她的样貌毫无差别 就好像自己 真的是一个荡妇一样 不断地索求 根本不知道满足 你怎么这么下流啊 雪月用一种怪怪的眼神 望着杨开 似乎没想到 这个人居然流氓到这种程度 我看错你了 男欢女爱 哪里下流了 杨开不屑地撇撇嘴 等你什么时候真的尝试了 就能体会各种美妙了 就算如此 你也不用把自己 也加进到幻境中吧 雪月浅笑嫣然 宛若发现了什么秘密班 笑得很是狡猾 在那些幻境中 你可真够英俊的 你是不是希望我真的嫁给你啊 免了 你这样的女人我吃不消 杨开连忙摆手 滚出去 雪月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气得花枝乱颤 一脚将杨开踹下了床 杨开站起来 一脸无所谓地拍拍屁股 叮嘱道 好好休息一阵 等你恢复过来 我有事跟你说 雪月脸上的表情一僵 似乎明白杨开会说什么 一言不发地闭上了眼睛 走出房间 杨开正好看到宗奥侧着身子 支起耳朵 专注聆听的模样 见到杨开之后 居然也没有一点的不好意思 反而开口问道 就回来了 嗯 杨开点点头 厉害啊 宗奥不禁竖了竖大拇指 不过你们在里面干什么 怎么很热闹的样子 你不是他的护卫吗 小子 老夫不得不说 你胆子也太大了点 连雪月三少爷的女人也敢染指 你早点准备跑路吧 老夫助你 不要死得太早 雪月那家伙 要是发起火来 整个横罔心欲 都要抖上三抖 宗奥可能是估计的时间太长 一大把年纪了 八卦之心 别人打情骂靠 每每看到 就好像自己也年轻了几十岁 太不要脸了 杨开不搭理他 走了出去找到哈利卡 等他说了一声现在的情况 当听到雪月已经苏醒之后 哈利卡大喜过望 狠狠地搂抱了一下杨开 一脸的感激 雪月一醒 他们最后的担忧也消失了 而且 与铺星上的宗奥 在炼丹大道上又更进一步 如今只要解决了 悬阴魁水的麻烦 他们就万事大吉 更何况 悬阴魁水一事 还有雪月在顶着 就算伤会怪罪下来 他们也只会受到一点小惩罚而已 不会像他们以前担忧的那么严重 种种好消息接踵而至 他们哪会不高兴 几位主持人心情大好 整个分会都喜气洋洋的 时光流逝 眨眼间便是一个月过去了 雪月自从那一日苏醒之后 便一直待在房间中没出来 对外宣称伤势未遇 需要疗伤 他所受的悬阴魁水之伤 早就被离火丹治疗好了 神事上也没有损伤 哪里需要疗伤 虽然昏迷了一年多时间 但是以他的修为 只需要恢复两三日便能康复 他这是在躲避杨开 杨开心知肚明 却无可奈何 每次去找雪月的时候 都被几个站在门口 担当侍卫的圣王镜舞者拦下 这几个人也不给杨开摆什么脸色 只是笑眯眯地告诉他 这是雪大人的命令 没有他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进入房间 态度很不错 但是拒绝的语气 却是坚定的 杨开恨不得将这几人海扁一顿 杨开不高兴 宗老也跟着倒了血眉 悬阴魁水被杨开取走一半不说 几十个大大小小的丹炉 也被杨开拿走一半 宗傲心疼得直哼哼 却又不好意思耍赖 宗傲还算是个守信的人 输了便是输了 不像雪月这样 喜欢以强势压人 杨开还特意请教了一番 如何炼化悬阴魁水 增强自身的实力 宗傲也没隐瞒 将自己知道的一一到来 杨开这才明白 悬阴魁水虽然是好东西 但如果炼化不当 那也是要人命的 而且炼化起来 需要用到的辅助材料 也种类繁多 更需要一个灼热的环境 只有将前期的 准备工作做好 才能开始炼化 那些需要用到的辅助材料 杨开居然都有 一样不缺 在悬空大陆上 他收获了许多高等级的药材 虚极的虚枉极的不计其数 种类繁多 这些东西每一样都价值巨大 他所需要的 只是找一个合适的环境就行 暗宗老的话 最好是万年火山的内部 因为只有那种灼热 才能压制得了 玄阴魁水的含义 不过宗奥说了 杨开现在的实力还是太低 炼化玄阴魁水 最少也要等到圣王静以后 要不然炼化不成 还丢了小命就不划算了 学悦的必不相见 让杨开很不耐烦 也很是恼火 这一日 当杨开又一次来到 他房间外的时候 那几个被派来 守护的圣王静高手 依然笑眯眯地挡在那里 好言好语地将杨开拦下 杨开面沉如水 看下兄弟们的责任的时候 雪悦悦耳的声音 从里面传了出来 让他进来吧 几个侍卫一听 如梦大射 纷纷撤离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 投以鼓励的眼神 杨开懒得搭理他们 冷着脸推开了房门 迈步走近 房间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老样子 雪悦倒是忧愁了许多 那美眸里 甚至有一丝忧怨的表情 他也没避开杨开愤怒的目光 就这么看着他 面含微笑道 坐下说吧 见他这副样子 杨开一肚子怒火 无处发现 女人就是讨厌啊 明明实力 比自己高出老大一劫 真要打起来 自己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他能随意地将自己搓捏揉拉 偏偏此刻 他就能依靠一副表情 就能营造出弱势的感觉来 就好似受到了天大的委屈 杨开端起桌上的茶壶 给自己倒了杯茶水 轻轻地抿了一口 张开嘴 还没来得及说话 雪悦的一根牵牵欲指 就竖在了杨开的嘴唇上 手指冰凉 从未有过的柔和 什么 杨开大为警惕 上下扫了他一眼说 如果是你的身子就免了 你身上每一个部位 我都已经印在了脑海中 闭着眼睛都能想起来 口误嘴里吐不出象牙 雪悦又羞又怒 你以为我是那种 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也要把你留下的女人吗 那你要我看什么 杨开一听不适 顿时放松了许多 雪悦白了他一眼 伸手将一张文书般的东西 递给了他 杨开狐疑地接过 一边喝茶 一边仔细浏览 片刻后 他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恨恨干笑 雪悦 你这条件开得也太好了吧 给你担当护卫 每一年十万上品圣经 还有方圆五百里的一块领地 是啊 我的护卫都有这些好处 只是每个人的待遇不一样罢了 雪悦姿态从容地 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 轻轻地抿了一口 看似气定神闲 但那轻轻颤抖的为止 还是出卖了他内心的紧张 如果说以前他对杨开有亲切感 甚至不厌恶他与自己亲密 是因为灵魂锁链的缘故 那么现在他就敢肯定 那种亲切感 就算没了灵魂锁链 也已经扎根到了自己的神魂深处 当习惯成了自然 想要改变就不容易了 更何况 自己的十海都已经被他入侵 所有的秘密全部暴露 比起赤条条地站在他面前 任他审视 还要让人羞涩 雪悦发自内心地希望杨开能够留下来 尽管他知道 杨开迫不及待地要远离他 他一边装模作样地品着茶水 让他失望的时候 杨开似乎就没有动心的痕迹 只是嘖嘖称奇地评论着 那文书上条条款款 我有二十个美币 杨开抬头看了雪悦一眼 我不是护卫吗 还可以拥有美币 有什么稀奇的 一般人的护卫自然是个下人 没资格拥有这些 我雪悦的护卫还没资格吗 雪悦浅笑盈盈 他从杨开的眼中看出了一丝神望 连忙天游家粗道 我可以做主给你挑选最出色的女子 你可能不知道 我横罗商会也经营奴隶生意 许多破产或者被灭门的 大家族小家族的千金小姐 在商会里也是代价而沽的货物 她们都有良好的教育 本身资质和实力也不差 就我知道的 实力最强的一个都已经到了圣王境 你想要大家闺秀 就大家闺秀 你想要小家碧玉 就小家碧玉 一边添油加醋 给杨开描述种种美好 一边暗骂流氓色痞 自己给开出那么多优厚的待遇条件 他都无动于衷 偏偏对这一条感兴趣 雪月恨不得伸出双手 把他掐死 不过男人吗 雪月内心无奈叹息 这个好 这个好 杨开一阵猛点头 他早就对那些美币什么的 极为向往了 当年在通悬大陆的时候 熟人太多 不好意思胡来 如今到了心欲天高地远的 自己干什么都无所谓 而且 自从与小师姐成了好事之后 杨开发现自己 对男女之道就有些放纵了 也不排斥和陌生的女子 玩玩暧昧什么的 上次在深书的行宫内 更是放浪了一回 至今还回味无穷 你也觉得好啊 雪月依旧浅笑奄然 银牙按摇 柔声道 觉得好 就按个手印吧 按下手印 你就是我雪月的人了 从今以后受我庇护 若是受了谁的欺负 就报上我的名字 保证你能在心欲里横着走 我又不是螃蟹 杨开笑呵呵地 将那文书放回桌子上 雪月直直地望着他 美眸一煞不煞 杨开叹了口气 有些不想去与他对视 开口道 何必呢 你也知道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你拿出一张卖身器算什么意思 谁说是卖身器了 雪月柳梅道书 上面不是写了吗 五年一签约 五年之后 你若是不满意 可以再上那 我只想你多点 时间考虑而已 我签了之后 一辈子就别想走了 雪月 我们把灵魂锁链解开吧 从今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井水不犯河水 杨开雨众心长 雪月一听这狠心的话 顿时有些猪泪盈盈 却强忍着 不让泪水掉下来 微昂着紧迫 神奇无比的 那泪水居然很快不见了踪影 似乎重新回到了他的泪线中 他咬着牙道 我不管 你摸也摸了 看也看了 更深入到我的实海中 将我的秘密窥探得一干二净 你必须得跟我签约 要不然我窥大了 你的秘密也就两样 放心 我会保守的 不会泄露出去 我还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我也深知 你有多大的力量 杨开一脸诚恳 雪月更悲愤了 你果然 连那个秘密也知道了 杨开挠挠脸颊 无辜道 我也不想知道 谁晓得 你除了身为女儿身 还隐藏了 那样一个天大的秘密 怪不得艾欧会长 会一直把你当男人养 他也是为了你好 你别怪他 为了我好 雪月的眼中 忽然绽放出寒光 冷森森地道 我已经几十年 没见到自己的母亲了 他们说 为了保守这个秘密 父亲杀光了所有知道的人 包括我的母亲 这也是为了我好 杨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雪月说的话 他也从他的实海中窥探到了 这是人家的家事 实在不方便评论 而且 雪月的母亲 到底有没有死 也没人能说个明白 雪月也只是道听图说而已 我是龙水凤体又如何 难道世上每个人 都能看透我的体质 把我抢回家不成 雪月叫嚷着 很是愤怒 饱满的胸脯上下起伏 荡出勾魂夺破的弧度 你小声点 杨开大惊 你还想不想活了 这种事 你也瞎叫唤 见杨开这般紧张 雪月不禁有些小得意 刚才的愤怒早就抛到九霄云外 笑眯眯地望着他 对啊 你也知道了这个秘密 为何你就一点都不动心 你应该清楚 龙水凤体能 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我当然知道 杨开瞥了他一眼 按照你记忆中那个人说的话 任何夺了你原因的男人 都将获得难以想象的好处 你们商会那个月奴的生意 就是受你体质的启发 才弄出来的吧 雪月轻轻汗手 是 你可以说 我就是商会里最出色的月奴 只是无人知晓吧 在我昏迷不醒的时候 你秘密有大把的机会 我就不相信你不动心 你还没圣洁到这种程度 他一脸 我早就看穿你的心肝脾肺肾的表情 是 我动心 我动心死了 杨开猛点头 当我知道这个秘密的时候 恨不得直接把你的衣服脱了 然后占有你 没你为什么没做 雪月来了兴致 你也知道 你就算做了 我也不会怪你的 顶多就是打你一顿而已 他说的云淡风轻 好似不再说自己的真操 而是在说一个不认识的女子 杨开大感头疼 想了想到 我是个有原则的男人 雪月猛撇嘴 明显不相信 觉得杨开鬼话连篇 按那个查明你体质的老家伙的说法 你的实力越高 占有你得到的好处就越大 你现在是圣王三层镜 我若是真的下手 恐怕能让我直接晋升到 圣王一层镜的水准 杨开淡淡地说道 但是那又如何 我无需借助你的身体 也用不了多久 便能抵达这个层次 你信不信我三年之内可以做到 雪月正正地望着杨开 听着她的豪言壮语 美眸静迷离起来 不断地点头 随口问了一句 若我不是圣王静 而是虚王静吗 杨开上下打亮了她一眼 想都没想 那你现在早就是我的人了 雪月美眸中的迷离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无尽的鄙夷 阴阳怪气道 说到底 还是没有足够大的利益 你嫌弃得到的好处太小 是 杨开坦然承认 你刚才口口声声所谓的原则呢 雪月眼中的鄙视之色更浓 那东西值多少钱一斤 杨开不羡 以雪月的名义 一番言语上的交锋 谁也无法说服谁 房间内 杨开无奈地望着雪月 雪月不断地喝茶 平息心头的愤闷 杯子里的茶水 早就被她喝光了 剩下的只有空气 气氛沉闷的 有些让人发狂 你就这么无情无义 雪月忽然开口 目光清冷地望着杨开 这个男人的坚持 有些伤到她了 杨开摇了摇头 随你怎么说 反正我要离开 这次我吃了大亏 再也不想把自己的性命 与旁人联系在一起了 尤其是你这个女人 你身上的秘密太多 一旦暴露出去 就算是横罗商会 恐怕都无法护你周全 你要是死了 我就得跟着倒霉 雪月的龙水凤体 是一种很特殊的体制 她说自己是商会里 最出色的月奴 也不为过 那些月奴在被男人占有的时候 只会让男人 得到一些微妙的好处 但是雪月不同 以她如今的实力 就足以让杨开 直接晋升到 圣王境的层次 随着雪月实力的提升 她这体制 能给第一个拥有她的男人 带来更大的好处 而且这种提升 不单只是单纯的力量提升 还有境界 这个世上强者太多了 许多人苦心修炼 几百上千年 都无法突破一个小层次 雪月的身体 是他们堪破之雇最好的工具 艾欧会长高瞻原主 在雪月三岁的时候 就把她当成男人来养 就是怕会发生这种事 到那时候 雪月给横罗商会 带来的只有灾难 你能束缚住我多久 杨开淡漠地与雪月对视 没有避让的意思 强扭地刮不甜 而且你我无论是谁都知道 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灵魂锁链在作祟 另外一部分原因 则是你的女儿心 你以男人的身份 活了这么久 只有在我面前 才能放开自我 不用担忧在意什么 你之所以想把我留下来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这种自由吧 雪月沉默 杨开的话一针见血 她没什么好反驳的 杨开的神色逐渐肃穆 逐渐傲然 声音也低缠了下来 你只当我是个入圣三层境的小舞者 可以任你驱使 听你好令 但是你可曾想过 我既然是我们家乡那块大陆 第一个走进星域的人 那我就是那地方最出色的舞者 我是那里的主宰 雪月微微失神 美眸中若有所思 你也抓不过妖兽吧 你可捕获过寿中之王 杨开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机翘的表情 被你捕获的寿中之王 最终的命运是什么 你驯服得了他的寿性 雪月的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一段往事 抓捕一只兽群中王者的往事 那兽中之王也性难逊 抱起伤人 无论他如何努力 也无法让其听从自己的号令 最后不得不痛下杀手 我 雪月张了张 发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吧 我等你三天 三天后给我答复 我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僵 杨开淡淡地看他一眼 转身离开 从那双眼中 雪月看到了一种决绝 那便是 如果他无论做出何种选择 杨开都不会留下来 担任他的护卫 这个男人只会离开 在没有解开灵魂锁链的前提下 他一旦离开 那自己的处境都堪忧了 入圣三层境的舞者在外闯荡 会有多少风险雪月 比谁都清楚 他哪里放心自己的性命 被这样一个实力弱小的人 背着满心欲地跑 脑海中一团乱麻 雪月抓起桌上的杯子 狠狠置在地上 咬牙切齿了好半天 才憋出几个字 狼心狗肺 从小到大 他在与人交风的时候 从未处于下风 从来都是他掌握主动权 无论那人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只要落入他的手上 都只能任他揉捏 商会里那些前辈们 都说自己是最好的继承人 也是最优秀的继承人 他心安理得地 接受这样的夸奖 但是 在面对阳开的时候 他却发现自己处处受制 一番交谈 自己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 这让他很是恼火 也很是不甘 他躲在屋子里 心绪烦闷 盘膝坐在床上 默韵悬躬 稳定自己紊乱的心神 渐渐地 他的呼吸平稳下来 他开始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上 思考自己与阳开的关系 留下他和放他离开的利弊 出了雪月的房间 阳开缓缓摇头 他给了雪月三日的时间 三日后 无论雪月做出怎样的选择 他都会离这个女人远远的 或许是灵魂锁链的缘故 这个选择 竟让他有些生出了些不舍的情绪 一旁探头探脑 朝这边观望的几个脑袋 让阳开更是不爽 看戏就看戏 也不找个好点的地方 每个人脸上 都是八卦无比的神色 一副想问问情况 又不好意思张口的表情 老哈 阳开冲那边招了招手 哈利卡脸色一红 和林木峰等人 从那边大步而来 一边走一边 装模作样的商讨些什么 神色严肃至极 老哈 带他们走到镜前 阳开又喊了一声 小兄弟 哈利卡一脸都不乐意 旁人喊我老哈也就算了 你这么喊 有些不太合适吧 是不是有些没大没小了 虽然我不在意 但要是让外人听了去 也不好啊 雪大人要些材料修炼 带我去库房转转 阳开无视了他的抗议 雪大人需要 哈利卡正了一下 倒也没多问 转过身道 跟我来吧 库房里有些好东西 就不知道能不能入雪大人的法眼 雪大人不太讲究的 阳开吸了吸鼻子 反正三日后都要走了 自己这一次为了唤醒雪月 丢了半条命 在雨铺心上 又担惊受怕这么久 临走之前不捞点好处 实在对不起自己 尤其是圣经 阳开已经一块都没有了 假借雪月的名头 也不算什么事 等雪月查到这事的时候 自己早就远走高飞了 库房前 哈利卡和林木峰两人 各持了一把钥匙 打开了那厚重的大门 老哈是个实在人 就站在库房门口道 你自己进去看吧 看到什么也别客气 尽管哪 我们在这里等着 阳开点头 大大咧咧地进了库房 刹那间 五颜六色的华光药的阳开 几乎睁不开眼帘 这里是横罗商会分会的库房 内部储藏的财富惊人至极 各种修炼材料 密宝丹药 分门别类的被放在 一个个高台架子上 五行矿石应有尽有 甚至连制造空间界的空灵金 这里也有些储存 看着那琳琅满目的东西 阳开迈开大步 静止地走到了一堆圣经前 这里的圣经堆成了小山 下品圣经 中品圣经 上品圣经 阳开只拿上品圣经 拿了差不多五万块才罢手 有这么多圣经的话 应该够自己用一段时间了 在心域中混了这么些日子 他对圣经的价值多少 也有些了解 不像最初那么一头雾水 五万块上品圣经 足以购买一件 须及上品档次的秘宝 装完圣经 他又来到了圣放药材的那一块地方 如今阳开拥有很多须及 须王级的药材 不过这些药材他暂时还用不到 毕竟炼丹技术有些不够看 圣王级的材料倒是并不多 而且他如今的炼丹师等级 也恰好到了圣王级中品水准 多努力一下的话 甚至可以炼制出 圣王级上品的丹药来 圣王级的药材 自然是越多越好 可以让他炼丹 增强炼技艺 杨开也没做得太过 捞好处这种事情 也是有讲究的 要捞得别人心疼 自己满意 却又不至于截下生死大仇 这中间有一个额洞 杨开就把握得很好 装满了一戒指的圣王级药材 便停手了 五行矿石也要 黑书空间里 那两块漆黑原石 就像是填补满的无底洞 上次在水月星购买的那些矿石 已经被他们给消耗一空 这一次正好补充一番 不愧是商会分会的库房 储藏的矿石档次也相当不错 杨开闭着眼睛往里面装 觉得差不多了 这才罢手 来到了那密宝存放的区域 杨开满怀期待的观望 他本希望在这里 找到一两样衬手的密宝 最好是防御的 攻击类型的密宝 他一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相比较密宝而言 他更愿意相信自身的力量 但是防御类的就不一样了 这种密宝越多越好 越多越容易保命 哪知道他左右找了一圈 竟然失望归 这里的密宝数量不少 可能让他看得上眼的 却根本没有 档次最好的 也不过圣王级上品而已 还是一件长脊模样的 杨开对这种大开大合的武器 向来没什么兴趣 只有那些脑袋里 都长满肌肉的男人 才喜欢用这种密宝 来衬托自己的威猛 自己拿着用的话 肯定不伦不类 炼华温养起来 也相当耗费时间 寻找伴上 无奈作罢 幸幸然离开了库房 一直等候在外的哈利卡 和林木峰两人见他走出 也不去问他到底拿了什么 更不去检查里面的损失 就这么关上了库房的大门 他们还指望等 主星来人的时候 雪大人能帮他们说几句好话 让主星那边免除他们的责罚 如今雪大人要点东西 他们自然是大开方便之门 杨开不仅有些 为横罗商会担忧起来 若是每个修炼之心上的负责人 都跟老哈一样不负责任 那横罗商会 岂不是要亏得血本无归 你真狠心 宗奥的房间中 杨开给老头子针酒 神态恭敬 老家伙气定神闲 心安理得的享受 也没有一点不好意思 酒水满杯 宗奥端起来抿了一口 撇撇嘴放了下来 道 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别再打老夫宝贝的主意就行了 杨开笑了笑 我没这个意思 宗奥多虑了 小子来只是想跟前辈辞行的 是不是对自己动过杀鸡 这些日子 杨开确实得到了宗奥的不少照顾 若非有他的指点 杨开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解救血月 如何唤醒他沉睡在的神魂灵体 尽管宗奥从中也收获巨大 但人家一个老前辈 自己恭敬点也没什么 死刑 宗奥愕然 你要走了吗 嗯 两日后我就要离开 杨开点点头 宗奥表情古怪 你是怕血月三少爷 过来找你麻烦吗 是该走了 等到水月星那边来人 你不走就是死 他直到如今 也相信杨开胆大包天 敢染指血月的女人 杨开也不具解释 愿他这般猜想 小子 要不要考虑下跟在老夫身边 宗奥忽然提议 不过是个女人罢了 血月既然是艾欧会长的子嗣 想必也不会不识大体 你只要跟着老夫 到时候 老夫去跟那小子说道说道 应该能将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要不然 你一个入圣三层进的舞者 如何能逃脱横罗山会的追捕 心欲之大 到时候 恐怕也没有你的藏身之地 怎么谁都想把自己留下来 杨开心中郁闷 表面却不动分毫 知道宗老是看中了自己的炼丹资质 摇头道 宗老好一心领了 只是晚辈决心要走 宗老微微汗手 既然如此 那老夫就不勉强了 嗯 这里有些东西 你拿去看看吧 我看你小子在炼丹一道上资质虽然出色 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对高等级药材和丹药的药效 了解得并不透彻 这些东西 应该能帮到你 一边说着 一边从自己的空间界里 取出了很多本厚中的点击 杨开眼前一亮 也不跟他客气 将那些点击全部拿了过来 装进自己的戒指中 这些点击杨开很熟悉 都是宗奥宫殿中的收藏 有一些是宗奥自己撰写的 也有一些是他从外面收集的 都是讲解心郁中各种药材的药性 档刺和生长环境的书籍 只要将这些东西吃透 杨开的炼丹术 就能与心郁接轨了 再也不会碰到 药材却不认得的情况 上一次他没能看太多 还有些惋惜 觉得日后恐怕没这么好的机会 却不想宗奥主动送了过来 杨开很是感激 小子 你跟老夫说说 你这一身炼丹术 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你用的灵阵 跟心郁中的灵阵 也有些不太一样 虽然同出一员 但细微之处 还是有差别的 宗奥好奇地打探着杨开的底细 宗老 小子来的地方 是个低等级大陆 那里的舞者实力最强的 是入圣三层镜 也就是小子现在的水准 秘宝材料 都在这个档次封顶 所以我对圣极以上的材料 并不是太了解 杨开倒也不再隐瞒 一边与宗奥喝着酒 一边聊了起来 宗奥吃惊连连 愈发地觉得杨开不简单了 一个低等级大陆出身的人 居然能将炼丹术 理解到这种程度 一个奇思妙想 解决了困扰他百年的难题 让他如今炼制出来的丹药 也有十分之一的几率 生成丹纹 这要是出身在心郁中 那几颗最好的修炼之心上 会是个什么样的成就 当下与杨开聊得愈发投机 久过三旬 杨开告辞 宗奥也没挽留 只告诉杨开 那种生成丹纹的方法 没有杨开的 允许他不会外泄 让他放心 杨开摆摆手 也不多说什么 无论是炼器师 还是炼丹师 甚至是舞者 都是一群壁肘自真的家伙 不会将自己的底细暴露出去 珍贵的武技和知识 他们会当成不传之秘 只传授给自己的一波传人 外人想要窥探 根本不可能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是不死不休 宗奥从杨开这里 学了生成丹纹的方法 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自然不会去大肆宣扬 一连两日 风平浪静 宗奥已经搬回了 自己的山谷处 据说是要重新培育 那千亩药田 反正老家伙修为不低 还有大把的日子好活 有足够的时间 将药田里的药材 培育成熟 雪月和杨开这两日 也都一直待在房间里 闭门不出 哈利卡和林木峰 也似乎感觉到 气氛不太对劲 每日里都小心翼翼地 做着自己的事 等待主星那边 来人处理这里的事 两日后 杨开来到了雪月的房间 也不询问一声 直接推门而入 屋子里似乎有一股寒意 雪月就坐在桌子旁 神色淡漠 见杨开走来 只是抬起眼帘看了他一眼 杨开明显地感觉到 雪月心中压着一腔怒火 而且 他的态度于几日前 也有些不一样 郊区周围 萦绕着一股冷冽的气场 杨开硬着头皮 在他面前坐下 先喝杯酒吧 雪月亲自蒸了一杯 送到杨开面前 不会有毒吧 杨开不信任地望着他 毒死你我有什么好处 雪月冷冷地望着他 杨开看看那清澈的酒夜 摇了摇头 算了 说正是 这酒不喝也罢 他肯定这酒中有猫腻 以他对雪月的了解 这女人不可能会轻易放手的 杨开也做好了撕破脸皮 跟他大闹一场心理准备 见他这般警惕 雪月讥讽地笑了笑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 还把酒杯恨恨地 灌在杨开面前 发出碰的一声响动 似乎是在示威 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雪月不打反问 别跟我玩文字游戏 没意义 三日前 我就给你答案了 没有回旋的余地 雪月还是不死心 没有 杨开缓缓摇头 雪月咬着银牙 交喝道 好 你说得不错 强扭得瓜不甜 你我现在被灵魂锁绑在一起 我若是真把你强留下来 万一哪一天你自杀了 我也得跟着陪葬 太划不来 你要走 那我们就解开灵魂锁练 从今以后 谁也不管谁 你想明白就好 杨开文言大喜 你别高兴 雪月缓缓起身 走了几步 倾起朱唇 我之所以这么任性 纠缠着你不放 或许有一些灵魂锁练的原因在其中 但是你说得没错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我的女儿心在作怪 从三岁到现在 只有在你面前 我才能真正地放开自我 这段时间 我过得很开心 宗老告诉我 为了唤醒我 丢了半条命 虽然我不知道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宗老既然这么说 那就不会做假 我要谢谢你 因为从来没人 为了身为女子的我这么拼命 我头一次以一个女人的身份 被人关怀 杨开眉头紧锁 暗暗警惕 雪月说得越是掏心掏肺 她就越是觉得危机从生 如她这种人 一旦表露了真心 却得不到什么回应 那后果将会是极其可怕的 我们一旦解开灵魂锁 没有了那一层牵绊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 极有可能会对你赶尽杀绝 雪月站在杨开身后 两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扶下身子 吐气如蓝 我有心理准备 放心 我一定会跑得远远的 让你找不到我 杨开点头 你实力太低了 我要是真想找你 你藏在哪都没用 雪月依然在杨开耳边吐着气 冰冷的语气 似乎有融化的迹象 柔声道 我这样的女人 都无法挽留你吗 杨开不作声 莫名其妙地 心中生出一阵酸楚之意 你真狠心 雪月咬牙低吼 下一刻 杨开便感觉到脖子处 一痛 一股温热从那里流了出来 还有两滴温热 滴落在自己颈泊深处 她险些忍不住想安慰两句 好伴上 雪月才松开杨开 小嘴里满是金色的鲜血 她一口 将那鲜血吞入腹中 咬牙道 今日饮你的血 是你对我种种不敬的回礼 以后若是再让我看到你 我会包你的皮 吃你的肉 因为我也不知道 自己会做出什么 她背对着杨开 乡间不停地颤抖 话语中一片颤音 杨开轻轻叹息一声 站了起来 张了张嘴 还是不知道说什么 倾听着杨开离去的脚步声 雪月的美眸泛起泪花 不断地往下流着 她知道 自己再也没机会如那段时光 随心所欲地活着了 从今天开始 她又会变成雪月三少爷 星梭如芒四殿 突破了空间的束缚 迅速朝星空中飞驰 一个时辰后 杨开停了下来 站在星空中俯瞰着五彩绚烂的雨暴行 石海中似乎有一层束缚被打开 让杨开不由地生出一种自由的错觉 冥冥之中 耳畔边响起了一个询问的声音 杨开以肯定的语气回应 轰的一声 石海内那无形的禁锢骤然破碎 种种忧愁和对雪月的不忍 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 杨开的心情豁然开朗 决心 在此之前 杨开还不太确定 灵魂锁链到底对自己有多大影响 但是当灵魂锁链解除的那一刻 他才明白 这一神魂计有太多的玄妙之处了 他不但能将两个人的生机性命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甚至能让两个人无缘无故地 对彼此产生好感 让两个人舍不得离开对方 杨开心有气气 暗暗想 若是雪月当时不是对这样一个青年施展 而是对一个土埋半截脖子的老头子 又或者是一个女子施展 那会是什么结果 该不会也能让两人变得浓情蜜意吧 一想到这种可能 杨开就忍不住打冷战 不过现在好了 灵魂锁链在双方的意愿下 已经彻底解除 强加在杨开身上的感情 也随之烟消云散 此刻他除了还有一点点惋惜之外 再没有刚才的难舍难分 不论是从样貌 身份还是修为上来看 雪月都是个好女人 是男人都会为错过这样的良缘而惋惜 灵魂锁链解除的瞬间 杨开便伸手撕裂了虚空 远遁千里之外 雪月说过 一旦没了灵魂锁链的束缚 自己知道了 他那么多秘密 又对他搂搂抱抱的 以他的残酷性子 会放自己安然离开 才是怪事 所以杨开才会先玉石新缩 离开与扑星 在最极限的距离 与雪月一起解除灵魂锁链 就是为了自己留一点缓冲逃跑的时间 免得雪月当场翻脸 到时候想跑都跑不掉 接连施展了十次撕裂空间 杨开已在万里之外 一边往口中丢入恢复神识力量的丹药 一边卖力的玉石新缩 卯足了力气逃顿 他总感觉背后有一股杀机 如影相随 十几日后 心域中 杨开盘西坐在自己的新缩上 任由新缩载着他飞行 新缩内已经被杨开刻上了星图 正在朝遥远的位置前进 宇报星早已不见踪影 回首望去 只能见到繁星点点 闪烁不已 一连跑了十几天 都没有追兵前来 杨开觉得自己应该是安全了 要不然 以雪月手上掌握的资源 早就应该追上来了才对 他甚至想好了各种逃跑的方法 若是逼急了 直接躲进虚空乱流中不出来 亮雪月拿他 也没什么办法 正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杨开却感觉到 有几股生机 闯进了自己神识覆盖的范围 暗含空间精妙的神念 一处记收 在那几个人还未察觉的情况下 杨开便已掌握了他们的信息 三个人 三个圣王一层镜 实力不算多高 每个人都预示着一箭新缩 正在朝自己的方向迅速迟来 杨开能感觉得出来 他们在心域中应该飞了好一阵子了 每个人都消耗巨大 是雪月派来的 还是偶然路过的 杨开没法判断 只是悄悄地隐秘了自己的气息 朝另外一个方向飞去 他准备避开这三人 不去节外生枝 但出乎他的意料 他接连转变了好几次方向 那三人居然都一直跟在他身后 如腹骨枝曲般甩之不脱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彼此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事到如今 杨开若是还不知道 这三人的目的 那就白活了这么些年 这三个人 绝对是雪月派来的追兵 要不然目标不可能会这么明确 端坐在心缩上 杨开眯眼望着后方 没再继续前进 雪月这是什么意思 三个圣王一层镜 就想把自己抓回去 他是知道自己的实力的 当时在水月心上 自己入圣两层镜的修为 便击杀了一个圣王镜的舞者 如今修为到了入圣三层镜 三个这样的舞者 哪能擒得住自己 他手下不是没有更强的舞者 哈利卡 林木峰统统都是 反虚镜级别的 分会处圣王两三层镜的舞者 一抓一大把 只要他一声令下 哈利卡都不得不前来 可他偏偏 只派了三个一层镜的过来 这是要用这三人的性命 来跟自己一刀两断 表明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和决心 倒也符合他的性子 洞悉了他的意图 杨开咧嘴一笑 这样也好 雪月的做法 让他心中最后的一丝惋惜 也消失殆尽 以后若是再见面的话 杨开相信 雪月肯定要对自己痛下杀手 一雪前耻 再也不会如这段时间那样 妩媚动人了 不过 杨开是打定主意 不和这个女人再有瓜葛了 日后也不会再有什么交集 杨开就坐在原地 那三人的神识 却在四周扫来扫去 一副茫然的样子 分明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 直到离得近了 三人才宛若发现新大路般 奇奇兴奋起来 在杨开身边扫尸的神念 也有得收回 急速地朝这边飞来 看着三个蠢货 在自己面前不远处站定 分三角之势包围着自己 每个人的脸色 都有些委屈愤怒的样子 杨开就知道他们 肯定受到了雪月的刁难 不得不来 雪月既然派他们来送死 他们定是在什么地方 惹了那女人 让他不高兴了 杨开与他们也不熟 甚至都没有见过 杀起来自然也没有心理负担 小子 感染指雪月三少爷的女人 你胆子挺大 虽然那女人除了漂亮点之外 一无是处 让老子很不爽 但他说到底 身份摆在哪 不是你这种货色能碰的 兄弟几个接了命令 要把你活着带回去 你乖乖地合作 可以让你少吃点苦头 要不然打断双手双脚 让你生死两难 左边一个大汉立身喝道 妈的 老子活了这么些年 还没有玉石新梭 飞进星空中的精力 这次吃了那女人 这么大一个亏 小子 你说说该怎么补偿我 正面的那个青年 也神色不善地望着杨开 眼中满是怒火 显然将自己遭罪的原因 归咎到杨开头上了 玉石新梭在星空中飞行 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他们一般都是搭乘战舰 在修炼之心间往返 偶尔执行些探路的任务 也不过三五日 便可以返回 可是这一次 他们却是足足追了十几天 每个人都累得要死 圣经消耗巨大 这么一笔损失 自然要从杨开头上找回来 嘿嘿 那女人只叫我们三个 把这小子带回去 可没说让我们 把她的东西也带回去 我听说她在计划逃跑之前 借着那女人的名头 让哈利卡大人 最后一人满眼贪婪地说道 当真 那大汉和青年琪琪 将目光投到杨开手指的空间界上 目光喷火 几万块圣经 可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三人无论是谁都动心不已 不错 我是拿了五万块圣经 杨开呵呵一笑 举着手上的戒指道 都放在里面 嗯 还有一些圣王级的药材 五行矿石 总价值大概不低于十万圣经 听她这么一说 三人无论是谁 呼吸都不禁有些粗重了 眼中的贪婪和觊于 浓郁的几乎化不开 小子 把戒指交出来 我保证不伤你一根汗毛 前提是你得合作 那大汉冲杨开伸出一只手 大大咧咧地嚷了起来 想要 回答我一个问题 杨开满脸笑容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赶紧把事情办得早点回去 我是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了 大汉神色不耐 玉石新缩在星空中飞行 是很危险的 不但时时刻刻都会消耗自身的力量 而且还有星空风暴 和急速飞行的陨石 搞不好就会被撞个正着 性命堪忧 这一次 要不是在那女人的威逼之下 三人谁愿意接这个苦差 就连哈利卡大人 都被那臭女人给气得没辙 看杨开有些合作的意思 大汉连忙催促起来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 不是我看不起你们 以你们三人的本事 还没办法一直追走我的踪迹 做得这么精准 杨开好奇询问 三人对视一眼 都黑黑笑了起来 那大汉倒也没隐瞒 手上一番 忽然出现了一道彩色的丝带 那丝带被他抛出 仿佛受到了什么力量的牵引 竟直接朝杨开飞了过来 杨开脸色微变 一把将那丝带抓在手上 上面似乎还残留着 血月的香甜气息 就靠这个 杨开皱眉 这是什么 你问老子 老子问谁去 那大汉咧嘴大笑 临走之前 那女人交给我的 书顺着她的指引 就能找到你的位置 我们一路追来 就是她的功劳 杨开深深地看着她 觉得对方并没有撒谎 欺骗自己的必要 她又看向丝带 莫然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咬牙道 那个贱壁 这一刻 她忽然明白 问题出在哪了 那女人不愧是心机深沉之辈啊 一场离别前的简单谈话 竟被她利用到这种程度 血月当时准备的酒水 只是个障眼法而已 里面确实没有放什么药物 只是为了麻痹自己的神经 她真正的目的 是在声泪俱下悲愤控诉的时候 咬自己脖子的那一口 她在咬自己的时候 绝对在自己身上 动了些不为人知的手脚 要不然只凭一根丝带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 回应 弄明白 三人到底依靠什么方法 一直追着自己不放 杨开心头大定 只要知道了方法 就不难化解 杨开随手将那彩色丝带 收进了空间界中 神色淡漠地望着那三人 血月既然已经表明了立场和态度 那自己也该好好地回应一下 跟她做个了断 一声立合传出 那左手边的大汉 忽然催动了一身的力量 似乎是察觉到杨开眼中的杀鸡 她竟毫不犹豫地先下手为强 其他两人并没有什么动作 只抱着膀子 笑音音在一旁看好戏 准备欣赏下杨开被蹂躏的凄惨模样 在他们看来 杨开只是个入圣三层镜的舞者 自己一行三人 无论是谁出手 都能轻易地将她拿下 断没有失败的道理 厚重如山般的气势 从那大汉的体内轰然爆发 让偌大一片范围的星空 都变得诡异起来 四面八方 一股股庞大的压力 加持在杨开身上 每一股都如山崩海啸般恐怖 杨开一身骨头 瞬间传出咔嚓咔的脆响声 似乎骨骼都被挤压碎了 大汉凝笑着 一道虚影从她身后浮现 那虚影赫然就是大汉本人的模样 虚影迅速变大 眨眼的功夫 变成了一个高达三十丈的巨人 那巨人抬起一只土黄色能量 包裹的大脚 当头朝杨开踩了下来 灭魂的压力 从那巨人的双瞳中射出 目标直指杨开的尸海 一看到对方 竟然施展的是神魂技 杨开就咧嘴笑开了 一脸安然地站在原地 不闪不闭 等待那神魂技的侵入 对方若是用肉身的力量 来攻击杨开 说不定还能周旋一下 但是这般不知深浅的 动用神魂技 实在是愚蠢透顶 杨开的神识力量 远远超过自己的肉身力量 最起码也有圣王两层镜的水准 再加上诡异的神识之火 就算与圣王三层镜的人 对拼神魂技 也不见得会吃亏 这个大汉只是圣王一层镜 本想着势强凌弱 一击定圣府 哪里知道杨开的诡异 层层叠叠的神魂波动 加着大汉领悟的意境 一股脑的全部渗入 杨开的尸海中 但还不等那些神识 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便被一股灼热的力量覆盖 在寝客间焚烧殆尽 大汉气定神闲的神色悠然一变 神区颤抖 双眸中瞳孔收缩成了针尖 脸色骤然苍白 神识之火和诡异 和杨开本身的强大 让他在一瞬间就吃了大亏 侵入境杨开 十海中的神识力量立刻受损 脑海中巨疼无比 让他的两眼直冒惊心 几乎无法思考 惨叫声传出的同时 杨开手上一柄燃烧着 漆黑魔燕的长毛 已经成形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便朝他投掷了过去 咻 破空声响起 察觉到危机降临 大汉本能地运转自身力量 守护自身 一件圣王级中品的防御秘宝 被他寄出 挡在自己面前 那秘宝是一把雨伞的模样 滴溜溜地旋转着 能反弹掉很多攻击 大汉曾经依仗这件雨伞秘宝 挡下了很多致命的伤害 他相信 这一次也不例外 只要能挡下来 他就能活命 自己还有两个同伴在一旁没有出手 雨伞模样的秘宝 并没有起到应有的防护作用 那燃烧着魔燕的长毛 在阳开出手的瞬间 便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竟然诡异地在大汉的身前三寸处出现 长毛突破了空间的封锁 从续空之中 一点点迅速地显现出来 在大汉惊骇的大叫中 洞穿了他肩若惊石般的身躯 忽冷忽热的感觉 从那长毛中蔓延出来 黑色的魔燕燃遍全身 那冰寒彻骨 和热浪滔天的矛盾结合 让大汉根本不知道该如何防御 无论他怎么催动自身的力量 也扑灭不掉自己身上的魔燕 反而让他的火势越来越大 魔燕似乎能焚尽万物 大汉的衣服 血肉 甚至连圣元都变成了燃料 让魔燕愈发火势熊熊 魁梧的大汉 彻底变成了一只燃烧的黑色火球 他惨叫着 哀嚎着 就如一只无头的苍蝇 胡乱出招 在星空中横冲直撞 越跑越远 很快便不见了踪影 一直抱着膀子 在旁看好戏的另外两人变了脸色 再也没有刚才的风轻云淡 每个人的表情都凝重至极 眼眸深处 涌出浓浓的忌惮和骇然之意 越街作战这种事 他们不是不知道 能够成为横螺商会分会的舞者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家本事 也能够越街作战 可即便胜利 那也是惨圣 在相差一个境界的情况下 一眨眼的功夫 就灭杀一位高等级舞者 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可如今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他们立刻意识到 杨开的恐怖之处 也知道自己这一次 恐怕接了个不得了的差事 没有商量 也没有什么眼神交汇 两人同时朝杨开出手 不敢有任何保留 只想尽快解决掉杨开 一面大鼓模样的秘宝 被一人取出 他在急速朝杨开冲去的同时 手上的鼓锤朝鼓面敲击过去 咚 沉声的响声 似乎能传到心域的最深处 伴随着声响 一股厚重的杀鸡 轰然朝杨开击射 杨开左手张开 浩天盾才刚刚凝结出来 挡在自己面前 无形的攻击便已席致 那一面浩天盾 如被凶猛无痞的攻击打中 盾面狠狠地往内凹陷 险些崩碎 另一人手上持着一柄长剑 剑意凛然 从那长剑上 一道的红光击射 配合着那大鼓的音波攻击 不要命地朝杨开猛攻 浩天盾只坚持了不到三息 便破碎开来 圣王静 已经不是什么样猫啊狗的小角色了 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生死之战 耗费了无数光阴苦心修炼 才有如今的成就 面对两人全力以赴的联手 杨开也不敢有丝毫马后大意 浑身磨焰翻滚 一条漆黑的巨龙 从背后浮现 伴随着高亢的龙银声 那巨龙摇头摆尾 瞪着比房子还要大的眼睛 气势汹汹地 迎上了对面扑来的两人 杨开就踩在龙手上 浩瀚如海般的神石力量 朝那两人冲击过去 手上也没闲着 不断地凝聚圣源 暗含了空间奥秘的九天神技 不断施展 玄天剑 朱天矛 遮天手 每一击都突破了空间的封锁 游地消失 游得出现 让两人防不胜防 修炼至今 杨开也弄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 5G这种东西 没有严格的好坏之分 随着自身实力的强大 和对力量奥秘的了解 就算是低等级的5G 也能被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它不像秘宝 低等级秘宝 就是低等级秘宝 永远不可能变成高等级的 也无法应付高层次的战斗 而5G却是力量的灵活运用 甚至在修炼到最后 已经不需要5G了 只要对自己的力量 有足够的掌控 便能随着战况的进展 而随机应变 5G的开发 只是为了修炼不久的武者 画出一个规范 让他们通过5G的运用 洞悉自己力量的奥秘 所以来到星域之后 杨开从通玄大陆 带来的秘宝和草药 都派不上什么用场 除了温神莲和蔑视魔眼 但是5G却依然能够运用自如 黑色的巨龙身上 传出凌厉至极的气息 几乎让那两个圣王进舞者 肝胆剧烈 拼尽地全力朝阳开 和黑龙进攻 根本无法造成什么伤害 黑龙压顶 如山月崩塌 无穷的压力 让他们几乎动弹不得 巨大的龙口张开 一口吞下其中一人 又一口咬住另一人的身子 虽然没能将他咬断 但那漆黑的魔眼 却直接朝他身上蔓延了过去 任凭他如何努力 也无法熄灭 直接负了第一个大汉的后尘 惨叫声逐渐减弱 最终不可闻 黑色的巨龙散去 化为一簇簇火苗 涌进了杨开的身体 广袤的星空中 只剩下两具被烧掉的尸体 杨开站在原地等了半晌 也没有如往常那样 吸收到死者的神魂力量 无奈摇头 他知道 这两个人的神魂 应该也被魔眼给烧得一干二净了 没有什么好惋惜的 杨开朝宇扑星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玉石新缩 消失在原地 宇扑星 横罗商会分会的宫殿处 然后宗奥就看到